我觉得何老师就像春天的一首小提琴曲 非常的细腻 它就是那种润无戏无声的那种爱 真的好喜欢它 我真的觉得何老师真的太好了 在身边有一个像何老师这样的好朋友 那我真的是好幸福啊 哎呀 我们真的是被何老师迷倒了 接触到何老师这么多细致的地方 然后很难有一个人在镜头前跟私底下 有那么多契合的点 十几年的就是友情了 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 就是说我们到哪里都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就是安全感 草原录制的那晚 何老师看到队友们被蚊虫叮咬心疼不已 怎么了 蚊子 蚊子 可以搬过去睡吗 可以吧 没有导演了 没有导演了 夜深人静 没有导演了 只有自己了 我先把你这搬过来 好滑 他是一个很细心的男人 何总他没想到我们的小小的表情 他都猜得出来 这个男人非常棒 我觉得能够成为他的另外一半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他会真心地去了解每个人 比如说你喜欢早餐 你喜欢腐乳 你要喝红茶 你要喝咖啡 你喜欢咸一点 你喜欢吃的油一点点 他连这种小细节还要记得 他连这种小细节还要记得 所以真的很佩服 给大家烧点水 烧点茶吧 我是李峰 导演好 董老师你好 我是李盛 你好 我是李盛 你好 我是金杯子 大家好 我是吴鸾 我是《枝字花开》的词曲作者 我是冯磊 何老师好 好啊 还有哪些人啊 完了 我直觉觉得 何老师看到我 并不会觉得有多开心 大家好 我是谢李盛 采访开始 何老师在我心中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几乎于完美的人 他是我的第一个伯乐 我相信全世界的人 都对他的一个品牌 就是好人 他特别照顾我 在我最难受的时候 我去找他跟我聊天 他愿意陪我 我觉得他是恒星 有恒久的魅力 他又是行星 他是有行动力 他同时又是卫星 他总是很维护 保卫着他的那个朋友们 我觉得 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明星 明白的 有担当的一个人 我们的12节目里面 我们两个人是搭档 做过一回 金鸡子 还有毛毛虫 在我印象当中 何俊永远都真的像一个 没长大的孩子一样 何老师生活当中是一个 很细心 很会照顾别人的人 何老师跟我是初中的同学 也是高中的同学 在学校里的话 他就是我们的骄傲 然后我们学校的各种活动 都是何老师主持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 他肯定有当迷信的潜质 果然他现在就是一个 万众瞩目的大迷信 我好像没有看他有休息的 有休息的时间 因为任何时候看老何 不是在快乐大饼 就是飞快乐大饼的节目上 还是永远有他做不完的事 永远有做不完的活 因为很忙 何老师总是会赶最早班的飞机 去工作 然后呢 我跟何老师耗过两天 我觉得体力完全奔不上了 熊熊 非常忙 但是别太忙 人道出名 韩海也是 我们应该多享受一些 生活中更频繁的生活 我们都会被进马 我们一起吃 我知道你也一定 你非常非常的累了 有时候可以放松一下 有我在的时候我照顾你 真的要很谢谢何老师 因为你入行 就是先就遇到了何老师 这个是我很幸运的 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是何老师 他会给我很好很好的建议 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何老师那句话说 谢谢你要不要再坚持三个月 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其实我十年前的时候就说过 我说何老师你老了之后 我一定会养你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信念 但是现在何老师 我说我养你 我可以让何老师过得很舒服 我知道有很多人爱何老师 很多人喜欢何老师 爱何老师 但我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份归属 是真的有一个家 还有有一个深爱着你的人 真真真正正的 很踏实的 享受着爱和悲爱 感觉我觉得何老师这么多年 没有说说告诉你这句话该怎么说 但是会给特别多的机会 包括我跟欣姐 我这么多年都觉得 我要做一个好人 然后真的 你说这话的感觉特别像王宝强 我要做个好人 他会照顾到很多的人 他应该就是太阳那种就是照的感觉 他真的是把身边的所有的朋友 都抓过得特别好 我没有去做节目 然后头一期的时候 有一个嘉宾好像脚受伤了 第二期再录节目的时候 他就可以从包里面拿出红花油 你揉一下 就这种 我在何老师身上学到更多的担当 责任心 包容心 因为说实话 我以前是一个比较就是自我的人 你做一件事情 全世界都在否定你的时候 你望向何老师他永远会在旁边 对对对 真的 对 可是很好很好 你说下去没问题 这个鼓励真的是特别好 因为肯定别人是特别好的一个品名 大家都是要互相肯定 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经典 因为我以前刚到中国的时候 我们参加背后的故事 《快乐大饼》的时候 何老师永远都是找我 就是因为 他会这样 我真的不懂中文的时候 何老师用表情各个 做东西来鼓励你 对 赞赞你 真的是当时的节目 真的很有信心 对 还感谢何老师 所以我说老何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七月份一定要唱一首歌 什么歌 《枝子花开》 对 何老师的这个《枝子花开》呢 是突破了植物界的一个极限 2004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放了 是 11年前就是和我同年同月的何老师 我们都是 1974年4月份出生 不可思议啊 缘分缘分 对 然后就给我们带来了他的第一张唱片《枝子花开》 然后他来上我的节目 你那时候好胖哦 何老师真是没什么变 你的变化真的是 我的变化就是多了点胡子而已 我现在还知道原来我认你的脸都是只有认胡子 这是11年前 老何上我们的音乐不断 然后11年之后 他通过不断的努力 这个花香变得更加的芬芳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依然有 我经常说湖南卫视如果说 是一个深宅大院的话 我们两个就是这门口的一对石狮子 对 石狮子 怎么会呢 你们应该是门神吧 对对 这个好这个好 而且我们每次见面 我们都会拍一些照片 哇 看 真的很多耶 真是耶 哇 睡在一起耶 睡一个就 再一起 睡在一起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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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没有离开过啊 汪涵很多人都呼唤到开微博嘛 因为都觉得他在节目里妙语连珠 开微博应该也是特别有趣的 他就跟我说他希望把很多的东西放在心里和生活当中沉淀 因为我们俩个性不太一样 对 但是呢他又是一个闷骚的人 不管我们俩发什么照片 对 永远都是上节目之前拍好自拍 他还要想主题 然后我还说 哎 批一下 批一下 批好了给我看一下 经过他同意说可以发了 发了之后我们俩就开始上直播 进第一个广告口的时候 我就在那看后面的台本什么的 汪涵就过来 看看 几万了 多少人 多少人点赞 多少人评论 多少人转发 非常关心 进第二个网上 给我看一下评论 对 这其实还是挺贪玩 因为何老师是我们阿拉伯语系的老师和辅导员 非典时期 学校采取了临时封校措施 当时何老师作为我们系的辅导员 就开着他自己的小车 一趟一趟帮我们系 所有的学生采购生活用品 您当天给我买的那床凉席 我现在还在用 哇 真的真的 我现在还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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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管你的要求有多么的奇葩 他都会一趟一趟满足你 然后其他外系的学生 非常羡慕我们系 有何老师这样好的一位辅导员 照顾我们 非常关照大家 然后印象最盛的是 有一次我那个在学校剪头发 离开时把我耳朵给剪破了 我也是 没事 我修脚有一次把身高都给修掉了 那些拿斧子再给你剁脚了 对 当时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嘛 就特别担心会被感染什么 其他的病毒 然后就当时跟何老师打了个电话 说了这个事 他当时非常非常关心 然后安慰了我很多 然后说 你要不要吃一个全家桶 这种安慰的方式 悲点的时候给你送全家桶 是吧 现在全家桶不算什么 但是在当时来看 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 全家桶是很奢侈的 西餐级的享受 真的是 所以我们全宿舍带了一个全家桶 非常非常感动 这件事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记得 因为在当时那个心情非常郁闷 然后非常低落的时候 有这么一位老师给你带来这样的温暖 真像妈妈 很感人 小庙是我们系全体学生的学生 真的 你是全体系的 有个小车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便利条件 我买的最奇葩的是 我的学生觉得 学校小卖部的那个卫生纸太薄了 就是不太好用 然后就 就希望我可以买厚一点的卫生纸 我特别幸福 因为我成为全系的一个出口 那段时间学生特别听话 特别依赖你 对我特别好 那当然了 要不然不给货 童童你眼睛怎么湿了 我就想到 我因为之前拍戏两年没回家 然后我过年突然回家 就年前突然回家 我奶奶已经快80岁了 然后就坚持送我去高铁站 就我奶奶就看着我 她就哭了 别这样我也想哭 没什么 挺好的 我奶奶错成女朋友 所以你知道你们 那就早了 河老师也哭了 都哭了 河老师也流点了 我就不要搞这个事情 不要搞这个事情 对的 我刚才为什么听 那个文奇乐歌那么的感触 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蓬蓬 那个我见不得 自己喜欢的人哭 对 我就是爱哭 爱陪哭 你这一在座哪个人 谁边 你是一附近哪有人哭 他一看有人 附近 附近 突然打个电话村里有人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专业回复了 我真是 我们都是被主持耽误的哭哭抱 哈哈哈哈 我们都是假装靠着这个样子 好像没什么变化 就看着比较能够好像一直在坚持一件事情 好像你就能hold住时间 你就能动灵什么不变 但其实刚才像文奇那个歌里面唱的那种人的成长 我觉得这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抗拒的 你可以假装年轻 但是你毕竟在慢慢的长大 与此同时你父母慢慢拟接大了 所以他蓬蓬那个点确实会打动我 而且有的东西是不可逆的 有的东西是不可逆的 所以会感叹时间的威力 有的东西确实是抵抗不了 谢谢老师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谢谢老师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你老师提这个篮子就像个和仙姑一样就来 还断了一个圈 哎呀我好好这么看到你了 哎老师你怎么变年轻了嘞 今天化了妆吧 你们的那个化妆丝太厉害了 好久了老师 李老师 当时何炯的这个成绩好不好 按照腹中的情况来说呢 是真等偏上我是非常客观的 但是他呢特别的合药 合药 他在学校的时候不叫何炯叫合药 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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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就是特别的刻苦 就是说比如说一批演讲稿上 要是我觉得不满意了 他就是一遍两遍三遍的在改 那是因为您不满意啊老师 那是因为吃了话没了 你误会了 我就希望第一呢 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是吧你确实是太瘦了 我这心里好心疼的 我估计你的父母呢 也非常的心疼是吧 对所有的爱你的 都要负责任 老何这一点做得特别的好 真的 他是一个把周遭所有的人 都照顾得很好 对 他一定要注意自己 本身是铁 你把那几颗钉子 该放弃的东西 就要放弃 你不放弃一些东西 你就无法成就你的今后 你看 知道演讲的老师吧 真的没有这样的老师 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我 所以你看老师说你 你太瘦了 老何真的 真的 你说你现在多重 拍电影的时候 好像瘦了十斤 瘦了十斤 那个最轻的时候是九十五斤 哇 你也去拍过那么多戏啊 怎么你对啊 对啊 他一轮没你轮呢 韩哥 邀康大随了 总哥是当导演 好吧 再次用掌声 谢谢李老师 谢谢 Ada Ada 我了解了一下 刚才你看到的那个麦塔 这个塔呢 是藏传佛教的五体塔 他有八十八点 一三米高 我真的很欣赏 他就像一个大哥哥 去保护我们那些小女孩 不是说年龄啊 还是那个 那个身体的那个状啊 还是那个 是他里面的心很强大 说真的 除了我老公之外 他是一个让我觉得佩服的男人 对啊 刚才唱过了 OK 唱你了 你先唱一下第一句看 你把他们三个连起来 对对对 你把他们的连起来 你唱上何老师第一句 我刚刚唱的旋律忘了 你跳了 你跳了 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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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给我唱的是 是何老师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老人 是个好人 老人 老人 好人 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团队可以这么的给力 那么感谢我的演员在表演上没有让我有任何操心的地方 所以特别开心 现在特别开心 看得出我很开心 这场戏 这场戏看似拍得顺利 何强拍得也很开心 但坚持黄磊看出了问题 在他眼中 何强还不是一个称职的导演 他的优点也正是他最大的缺点 我们俩太熟了 我们就是有了十几年的友谊 他是一个非常宽容度非常大的 然后他一直是以他人为重的这样一个个性 所以我就担心他会自己有些委屈 会压在自己身上 而做导演的工作有时候需要一点点自私 甚至需要一点点残忍 就是要不达目的罢休 何老师有时候很呵护演员 但我也会跟他说 有时候你呵护演员 但是你该让他们去受得罪的时候 还是要受得罪 因为要不然你拍不到你要的东西 何老师当时历见了蓬蓬 说蓬蓬的还是特别好 我说好 我说你推荐的肯定好 他说他真的他特别会做饭 这个能帮你好多忙 何老师都想了 结果来的时候 他做饭就是什么 何老师真的跟你讲 他这辈子帮助太多人了 太多年轻人上一个大本营 或者做个什么节目 遇到何老师 何老师觉得好 他就会给人家推荐 而且何老师也没有任何的目的 他就是善良 何老师他对人的帮助是什么 他其实是自己的生活 和自己的事业 他是独立的 他根本其实不需要 他没有目的性 他就是一个天性 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挺好的 我给他推荐一下 这个人又有能力 又有善意 这个真的太难得了 这个组合在一块 对社会贡献就会很大 我是马戏去年的毕业生王鹤地 我在去年参加了一个比赛 在比赛的时候 我的两个老师 突然要求我戴上一个面具 当时的我很不理解 然后很任性地把那个面具 往地上一摔 但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我已经被淘汰了 是我那两位老师想的这个办法 来救了我 然后想让我继续在这个舞台上比赛 然后我 然后我这位两个老师也姓何 其中一位是何冰老师 还有一位何老师 今天就在现场 我想说的是 两位何老师 对不起 两位何老师 对不起 谢谢你们给我戴上的面具 在我的心目中 他就像唐僧 给孙悟空戴上的警户照 何老师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一个 让你骄傲的王鹤迪 总有一天 我只会让你骄傲的王鹤迪 总有一天 我只会让你骄傲的王鹤迪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的 挺你和喜欢你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用这种方法来激励你 而且我也知道最开始的时候 你是不接受的 那个时候我总有一个隐隐的感觉 我觉得你能成 我是给你戴上过面具 但是摘下面具的不是我 是你自己 我要告诉你 通过这一年多的努力 你不但是摘掉了面具 而且你现在让自己的名字 有了别的含义 你不再只是勉勉强强 可以留下来的那个男孩 你现在是湖南卫视热播剧的 男一号王鹤迪 我为你骄傲 因为就像你说我们经常出于制作人 要打点各种关系 然后有一天看到一件事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有一篇文章说的 说这个圈里人缘最好的是何炯 然后就把这一个月何炯的微博 总结了一下 大概有十多条都是祝别人生日快乐 我也还蛮多这一方便的 当然这虽然不是商业 也就是说 我能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就是说你出来可能都会有一个要协调的 说了他生日快乐 他生日快乐就得说 亲爱的何老师 你是让所有人都觉得是一个暖心的复杂 所以你值得拥有最好的幸福 我是马戏去年的毕业生王鹤 在去年参加了一个比赛 在比赛的时候 我那两个老师突然要求我戴上一个面具 当时的我很不理解 然后很任性地把那个面具往地上一摔 但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我已经被淘汰了 是我那两位老师想了这个办法 来救了我 然后想让我继续在这个舞台上 我那个时候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地挺你和喜欢你 我要告诉你 通过这一年多的努力 你不但是摘掉了面具 而且你现在让自己的名字有了别的含义 你不再只是勉勉强强可以留下来的那个男孩 你现在是湖南卫视热播剧的男一号王鹤蒂 我为你骄傲 我跟你说我跟坤坤有一个故事叫做当年你那个对我置之不理 我以后让你高攀不起 你知道什么 因为那天拍完戏之后 因为我们俩就很短暂的一个对手戏 然后坤坤那时候很小小朋友 他就过来说 和郑老师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吗 然后我说 我就真的他就这么高 我说你说你说什么 都晚了 都晚了 我说你说什么 然后蔡徐坤说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吗 我说你这么小就有微博了 他说对啊 我说那你的微博主要是关于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关注的话 我们互相要交流 你关于什么你写了什么呢 他说我没写什么 我说你没写什么 你要我关注干嘛 我就跟他承诺 我说将来等你的微博有内容 你变得很精彩的时候 我再来关注你 有内容 当时就有 现在就不敢关注 一关注蔡徐坤 关注谁 晨晨他们的微博都会上热搜 变成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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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独自坐在空空窗前 带带往天空 天空空空的 变成了空气 空气变冷变热 变白变黑 变成了雨季 雨季带着你 悄悄的来临